国宝100 渐渐精彩 今天我们要讲的国宝是一件收藏在英国白军汉宫的梯器 梯采春寿宝盒 之所以选他作为国宝出境呢 是因为这件红漆的捧盒 当年见证了乾隆皇帝 以英王乔治三世的一次历史性的接触 所以还真的是一件国宝 从一定程度上讲 这次东西方的接触也是近半个世纪后 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伏笔 二百多年前 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派他的特使马格尔尼来华 这次来华的名义呢 是要给乾隆皇帝祝寿 实际上是要为英国在海外贸易中打开中国的市场 因此马格尔尼来时呢 精心挑选了很多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 工业设备和艺术品 作为礼物 希望中国皇帝能够买账 那我们中国人讲究的就是来而不往非礼 所以当马格尔尼回国时 乾隆皇帝本着礼上往来的原则 对英王和马格尔尼 优价赏赏赐 那么这件批彩的春兽宝盒就是其中一件 当年被马格尔尼带到了英国 见证了中英两百多年来变迁的历史和关系 一直被英国皇帝收藏到现在 1792年9月26日 这日子非常具体 一队由三艘舰船组成的使团 由当时的英国普茨茅斯港起航 死刑的目的地是地球的另一边 中国 18世纪后期 英国迅速成为大西洋航运的中心 海上贸易的影响力遍及全球 这时候的中国 正处于中国地质社会的最后一次盛世 我们称为康乾盛世 这盛世前后持续了一百年 也是理论上中国历史上 唯一一次达到百年的盛世 而这段时间 正是英国逐渐强盛的开端 我们而逐渐衰落 马格尔尼是当时著名的外交官 曾经出任驻沙皇俄国公使 代表英国与俄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 对英国极为有利的商务条约 所以英王对马格尔尼格外信任 对他的访华之旅寄予厚望 希望他为英国开辟更多的在中国的海外贸易 当时海上行情是非常艰辛的 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现在我们说到地球了另一边去 有很多交通工具供我们选择 最快的是飞机 十几个小时哪都到了 慢点有游轮 还可以边走边玩 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 坐火车也是可以的 比如北京走到莫斯科的火车 一周也差不多到了 可1792年 马格尔尼来中国硬是在海上漂了 九个月才到的 我出过海 没有在海上漂过的人 没有那个感受 我去过西沙群岛 当你一个人在海上的时候 你感觉这地球真的是圆的 茫茫无边 此时的海水不是蓝的 是黑的 黑的像石油一样 所以你就变得非常恐惧 你看到蓝色的海 一定都是离海岸线很近了 那漂在海上 当四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一定越想越害怕 最怕的就是帆船 在绝望的漂泊 也有靠岸的时候 当马格尔尼抵达中国时 已经是1793年的6月 马格尔尼当然不能空着手来 他不仅带来了乔治三世国王给乾隆皇帝的国书 临行前还费尽心思准备了大量的礼物 我们来看看他漂洋过海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这些礼物在当时都很先进 有各种天文设备 最重要的是一架大型的天象仪 还有不同的武器战舰模型 除此之外还有家用器具 像转椅啊 玻璃挂灯啊 地毯啊 马鞍啊 马车啊 绘画等等 英国人心里认为这礼物已经不得了了 代表着他们当时掌握的最先进的知识和制造技术 可在乾隆皇帝心里不这么想 乾隆皇帝认为这天象仪我们自个儿有啊 就现在建国门外的古观象台 这观象台是明代建的呀 到了康熙时建了七台铜的大型天文集 乾隆心说 这东西打圣祖的时候就在那了 这年轻的时候也造过 没什么好稀奇的 这转椅在乾隆看来呢 就更可笑了 转椅啊 我们现在常见 办公室里经常有 但讲究的人家里不用这个 乾隆就看不上这东西 他为什么看不上啊 因为转椅坐着够庄重 中国古代讲究 坐有坐下 坐个椅子 从转来转去的这不行 乾隆认为这转椅就是饮巧之气 乾隆坐的是什么呢 是龙椅啊 龙椅都各大 坐在那要体谅感 你说皇帝坐在这么一个小椅子上 转来转去的 那别人看成什么了 皇帝他指定不高兴啊 乾隆皇帝曾亲自写过 对这些礼物的评价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东西看着都挺平常的嘛 马格尔尼精心挑选的这些礼品 本来都是为了讨好中国皇帝 引皇帝好奇 可事与愿违 皇帝呢 一点都不好奇 反而认为这都是奇迹银巧 不可取 这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乾隆皇帝年纪太大 他已经没有好奇心了 这一年乾隆皇帝已经83岁了 如果乾隆皇帝23岁 我想他肯定觉得这东西新奇 愿意探究 再有就是 乾隆皇帝这一辈子好东西见得太多了 什么东西都勾不起他的兴趣 那么当时 乾隆对这些礼物做了礼貌性的问询 当他知道马帝尼死心来还带有明确的商业目的的时候 一下子就不高兴了 乾隆给出了天朝礼法与该国风俗迥不相同的说法 他认为英史一言一服 这意思就是说 您说那话跟我不一样 您穿的那服装也跟我不一样 您在我这京城里溜溜答答 影响过吗 对马戈尼提出的要求 乾隆认为 其心怀愧彻 其事断不可行 然后就略做礼节上的接待 就打发英史回国了 马戈尼一眼看此行的使命要完不成了 那就退而求其次吧 他就向军机大臣和珅提出了 想要在广州之外的天津宁波珠山等地呢 进行自由贸易的要求 这一下子让乾隆失去了耐心 他认为我们就不喜欢做这生意 所以你们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命人赶紧送马戈尼一路走陆路回广州 不能再走水路了 从那回国 马戈尼的使命就失败了 清朝关上了大门 造成了四十年后的鸦片战争的爆发 在这次接触中 英史来给天朝皇帝祝寿 是乾隆唯一认可他们来华的目的 在乾隆心里 天朝大国 物产风雨 需要的只是你们这些蛮夷翻邦 远道而来的象化之城 类似这样天朝大国的心态 在马戈尼一行进建的过程中 不断被强调的 比如这使团初登大孤口 就受到中国官员的隆重接待 为尽地主之一 他们照顾了使团的一切事物 免费供应其所需 在护送英史团前往北京的沿途 英史团乘坐的和载放礼物的船只上 都明显的插有一面小旗 这旗子上写着 英国特使进贡 这明摆着把英国当藩属国了 关于禁建礼仪的争执 更是把两国各自心态体现的淋漓尽致 清朝官员坚持马戈尼 要按照宫中礼仪双膝下跪 行三跪九寇之礼 马戈尼婉拒数次 希望禁建英王的礼仪 单膝下跪向乾隆行礼 以示平等 这怎么可能呢 得到的答复自然是拒绝呀 至于禁建当天 究竟用了什么礼仪 这一点双方记录不已 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 到现在也不是特别久远 到今天居然就说不清楚 英方有英方的记载 中方有中方的说法 禁建时 马戈尼还成立了乔治三世 给皇帝的国书 在清廷官员的笔下 把它称为英国国王至乾隆皇帝的表文 这里的表字用的就非常有意思 表在古代特指臣子给君主的奏章 像课本里学过的初诗表 就是诸葛亮当年言辞肯切地写给后主刘善的上书表文 这就能看出中英对此事情的态度不同 另外 马戈尼当年递交的这份国书 内容几经翻译修订后更加离谱 完全成了一副祈求之状 这其中有这么说的 我知道中国的地方太大 管理的百姓也多 皇上您操心天下大事 不断是中国 就连外国都要您去保护 这些国家心悦成父 皇上您太操劳了 这封国书翻译的谁听的都肉麻吧 可乾隆看完就飘飘然了 根据当案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乾隆赏赐的清单 光是给乔治三世的 就列了有两百项 各种物品包括了景泰兰 清白玉器 各色瓷器 漆器花器刨器 捐纸扇子丝绸 绣品茶叶吃食 样样极全 这份清单里 大道紫檀彩漆 铜掐斯法郎 龙舟仙台 汉玉出鸡花菇 青龙瓷大缸 小道葫芦碧湖 藕粉 蜜瓜干等等 什么都有 这些礼品中 大多数都已不知去向 只有很少一部分 我们能够找到它的踪迹 其中就有现在仍在 英国皇室收藏的 屁仔春寿宝盒 春寿宝盒 是乾隆时期的典型器物 基本上都是祝寿宝用的 它做的也非常有意思 盒盖正中有个引人注目的一个大大的春子 中间圆形开光剔出了一个老寿型 所以都把它叫做春寿盒 春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龙户 代表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春子下面是聚宝盆 里面有珊瑚宝珠 金钱银钉 如意盘长 各式各样的杂宝都装不下 正像乾隆心目中的大清的样子 天朝大国 戊富民风 民生兴旺 当年的档案 把这件梯彩春寿宝盒 记作红雕漆春寿宝盒 是说明它以雕红漆为主 梯彩是它准确的公义名称教法 彩是表面的漆 一层一层的颜色不一样 最外面是最显眼的是红漆 下面还有其他颜色 有黄的绿的黑的 所以叫彩 那么T是指制作纹饰的方法 中国人认为雕和刻都是硬碰硬 我们说的石雕石刻是这么制作的 那么T呢是硬碰软的 所以起名非常严谨 硬碰软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刀是硬的 漆是软的 在漆没有干透的时候 它是一种半软的状态 在那个情况下开始剃刻 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隐身的 有剃肉啊剃牙呀 剃牙不是把牙剃下去 是剃牙红中的肉 所以剃这个字就非常的明确 再比如瓷器中常说的剃花 那就是趁着胎软的时候 把这个花剃出去 再烧制成硬的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字在使用的时候还是非常严谨的 那么漆气干燥的过程中是要求阴干的 上面这个剃的过程就发生在漆还没有干透的这个阶段 干透后再去打磨 打磨我们讲过 古代是没有砂纸的 用的是挫草 一点一点磨出来 所以古代的漆气制作非常不容易 正所谓三分刻七分磨 成型后的漆气 寿命就特别长了 适合长期保存 至少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战国到西汉时期很多漆气都完好如初 漆气能保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就是要依附于它的胎 最好的胎就是南木胎 其次是山木胎 因为它们都不变形 耐腐蚀 不出油 我们说了这么半天 再说说这个春兽宝盒吧 它就是个捧盒 何为捧盒呢 单手拿的都不叫捧 一定是双手捧上去 你看这个捧子就很庄重 为什么呢 你看它的右半边就是个凤子 本身就带有恭敬尊重的意思 所以捧盒过去是宫廷和大户人家的必备 你说你们家没个捧盒 你们家的地位就不够高 你比如《红楼梦》就有这样的内容 十一回甲敬寿寿时就写到 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西西些的国品 装了十六大捧盒 找贾荣带领家下人等 与贾境送去 这里你就看出了捧盒的重要性和用法了 这捧盒过去真的是很讲究的器物 一般不会太小 最小的也得俩手拿着 只径二十多公分 今天我们介绍这件春寿宝盒 直径三十六点五公分 高十三公分 这属于最正规最好尺寸 一般都是一尺左右和三十多公分 它的分量感捧得非常舒服 至于春寿宝盒 现在在大的博物馆里差不多都有 因为当时做的量很大 比如北京故宫 台北故宫 上海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 我们官府博物馆里都有 这是一个不太难找的文物 我们今天仍愿意说它是国宝 英国白金汉宫的这个 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 极为特殊的一个历史事件 我们就把它定为国宝 由于它是当年乾隆皇帝清点的一件 送给英国元首的一件礼物 是两个多世纪两国交往的一个物证 这个物证到今天为止 一直都还被好好收藏在白金汉宫 尽管我们后来还打过仗 事隔二百多年 我们回过头在看这些礼物的时候会发现 当年乾隆皇帝还是按照他的审美和理解 挑了一份非常隆重的礼物 以致这个礼物 今天依然在白金汉宫 讲着中国的国宝 国宝情未了 下集听分国 黄金汉